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讲我们今天的沙龙 今天这个沙龙是比较具有一点知识性的 也就是说在时辰不准的情况之下 甚至是在整个生日都可能有问题的状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来论断一个八字 那这个故事的原始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客户,他拿了一个八字来给我 那这当然不是他本人的,是他朋友的八字 那这个八字他原始给我的资料是这样 他说他是1973年农历的8月28号出生的 那1973年农历8月28号出生 他说是早上5点半左右出生 那我们经过换算之后 我们知道农历的8月28号是杨历的9月24号 那杨历的9月24号排出来八字就是这样子 农历年1973年农历年 心有月,农亥日,以卯时 那如果依照这个八字来推论的话 那我们会有怎么样的结论 那这个八字首先我们来看 日主是癸水生于柳月 那我们都知道柳月是金的旺气 对不对 金最旺的时候就是这个柳月 好,而且加上八字中丑有可以拱金 天干透出心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八字在月柱的部分 加上这个柳月拱金 这一部分他金的力量非常的强 金的力量非常的强 金生水,对不对 日主的水 日主的水 得到金的帮助 加上地支做亥 亥也是水,对不对 黏住这里又是水 也就是说这个八字整体来讲 第一个,这八字的特征 第一个印旺 第二个,这个八字日主旺 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 这八字绝对就是印旺加日主旺的八字 然后这个八字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的时程 因为它说是五点多 那五点多是 卯石嘛 不对,五到七点是卯石 对,七到九是乘石 五到七点是卯石 对,所以它的卯石 这个卯石是石绳 那石绳我们知道它跟印 会有个相坏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金会克木嘛 所以印会去克石绳 对不对 但是因为中间被水隔开了 它反而形成一个相生的关系 金生水 水生木 地支金生水 水生木 它不但印没有去破坏石绳 反而经过水的转换 反而经过水的转换 它会达到一个通关的效果 这样没问题吧 所以说 这个金它就不会直接去克到这个木 这个有不会去克毛 反而这个有会去帮助毛 因为它经过这个通关的作用 这个东西在我们八字中就是有一个叫流通原则 在八字中有一个原则叫流通原则 那我们都知道流通的八字本身它会有几个好处 流通八字的好处 第一个 这个人思想灵活 比较聪明 然后第二个八字中没有内战 没有对抗的问题 没有对抗问题 八字比较能够团结一气 这种八字通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八字 第三个相生关系 我们在八字的高阶班会讲到一个功能 叫做保护的作用 流通的八字它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它会有个互相保护的作用 比如说举例来讲 金生水水生木 所以这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土运好了 走到一个土的运 走到一个土的运 土的运对于水来讲 土克水 它是官杀 所以是一种压迫的力量 对不对 这种压迫的力量 经过它 这个土 它就不会直接克水 土不会直接克水 为什么 因为有金保护着它 这个金在这个地方 就会发生通关作用 土会生金 金会生水 水再去生木 所以这个土就不会对圆局造成破坏 所以循环本身就有这个好处 如果来了一个金的运呢 来了一个金的运会怎么样 它照理说金的运应该会去克木啊 对不对 但是因为有水通关 金生水水生木 金的运也不会对于石神造成破坏 不然照理说金是不是会去克这个木 所以流通的局本身有互相保护的作用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八字 那这个八字我们就可以说 印旺 日主旺 对不对 金是它的印嘛 水是它的日主 对不对 金生水 所以日主很旺 前面这六个字团结一气 这前面这六个字团结一气 全部都用来生水 水是它的日主 日主是水 所以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旺 好 日主旺的情况之下 石神在这边 有没有力量 好 为什么石神有力 我们讲过一个五行要有力的原则 有几个 第一个得食 第二个得势 第三个得地 对不对 它有通根后干 有得到得地的这个作用 然后害卯可以拱木 对不对 好 再来势力众多 因为水会生木 所以其实害卯拱木 我们也可以说 这几个都帮助到施神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字很简单 非常简单 日主旺 食神有力 依据食神格的使用原则 这个八字就喜欢食神生财 食神是木 对不对 所以喜欢食神生财 它就喜欢火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字走木火运就会好 那我们从大运开始排起了 所以这个八字喜用找出来了 它喜欢木跟火 它怕什么 就怕水 对不对 因为精水一进来会让日主更旺 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八字用火又达到一个暖菊的作用 因为这个八字生在秋天 满菊都是水 秋天本身就要变冷了 满菊都是水 这个八字更冷 冷的情况之下 我们喜欢用火去调后 让这个八字不要太冷 所以这个火就非常的好 所以这种八字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 它的调后用神是火 它的格局用神也是火 调后用神跟格局用神都是火 一走到火运一定会发达 我们来看它的大运 它的大运中 来我们先看 这个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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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如果依照这个八字 它从1999年开始的这个大运 会有大概连续20年非常非常发达的运 为什么 因为石神生财 尤其是在2009年开始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运里面 丁寺大运 你看 丁寺大运 木生火 木生火 当然这个寺你会说 它寺有丑会合金 但是我这里要讲到一个原则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高阶班会讲的一个原则 三合局 它是否能够合得成 合成之后是否能化 这个东西 不是你看到四有丑就一定会化成金 它一定有条件 条件就是满局的金要旺 大运中的金也要旺 因为四 油丑 三个会合成金 对不对 四有丑上面会合成金 但是它合成金的条件 要有金的力量在 但是因为这个大运中上面是钉下面是四 钉是火 上面是火下面不可能去化成金 因为火会刻金 所以这里不能论它是三合局 因为这里要把钉4 把它视为是财 要把它视为是财 好 这个钉4如果它是一个财局的话 那很好 这个运中会赚钱 而且这个赚的钱 不要说太多 以我的经验来讲 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行业 一年有人民币大概50万到100万的工资 应该都不止 应该不止是这样 应该甚至是100万以上 甚至是500万以上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这个运没有大发 我会觉得很奇怪 好 那如果依照这个举来讲 我们再看它少年时候 第一个大运走更生大运 更生都是金 对不对 更生都是金 好 更生都是金 金是它的印 对不对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更生大运 来 更和乙会相合 乙更会合成金 金是它的印 印代表父母亲的照顾 也代表聪明才智 所以说 以走这种运来讲 不管家境好不好 但是父母亲应该都疼爱有加 而且我相信小时候读书 因为硬 聪明 但是懒惰 那 这种运 懒得读书 但是也不会读太差 加上这个生 这个生呢 又会去生日主 又去生水 这个金又去生水 所以少年运应该是过得很不错 至少在17岁之前 也就是读书的年纪 应该读书会读得相当不错 然后呢 几位运 几位运的时候 几位是土 对不对 好 这个土进来 它不会去课日主 刚刚讲过了 土进来会去生金 土进来会去生金 对不对 这个胃跟这里会害毛胃三合 好 那所以说这个运虽然有压力 但是也不会很差 因为有硬帮它化掉 也就是说在这个运中 可能外在环境有些压力 但是没关系 爸爸妈妈帮你解决 或是你会遇到好的领导跟长官来帮你解决 好 所以说照理说它这个运一生走得蛮顺的啊 尤其是说在丁寺大运中间 如果再遇到火的年份 木火的年份 譬如说丙虚年 2006丙虚年 甲午 好 然后2017丁亥年 这种运一定会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这个可能不是只是非常多可以来形容 应该会很多很多 再下去甲午年 2014甲午年 应该会 因为甲午甲是商官 午是财 这个运中 应该也会发财 结果 他告诉我 全部都不对 他告诉我 第一个 小时候家境很不好 家里连电视都没有 好 第二个 他说 当然中间这些都是后来才讲的 他说 没有错 2006、2007年比较好 没有错 但是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他说我们的家境并没有很好 老公也没有赚很多钱 好 然后接下去 我问他2014好不好 他告诉我2014年玩股票还亏钱 然后甚至2012年还犯官司 然后那年小孩子坠龙 那完全不符合 因为你去看 在这个2009年丁寺大运中 如果走到人成年的话 如果走到人成年的话 人会去把丁合住 没有错 但是最多指示说什么 我原局就很不错了 对不对 我原本自己的八字就很不错了 有十神啊对不对 我可以去生财啊对不对 我现在最多只是财被合住 最多是少赚一点钱而已 不可能发生到这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原本给的八字一定是错的 好 那这下就麻烦了 原本给八字既然是错的 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去推论这个八字 因为他说 因为我跟他说 这个人性格非常的有自信 非常的自我 而且呢 偏硬格属于创造之神 他本身喜欢研究 喜欢发明 喜欢创造 而且呢 硬格非常识祥 非常仁慈 非常可爱可亲 对人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个缺点 金旺水旺 喜欢胡思乱想 那除了这个缺点之外 其实应该是一个 对老婆会很好 很照顾老婆的人 对家庭什么成员 对于长辈 对于什么都会非常无私的照顾 而且呢 硬跟石神 硬是生我之物 石神是我所生之物 这两个都是相生关系 相生关系 他就比较不会压迫自己 比较有自信 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呢 但相反的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做任何事 比较顺性而为 因为硬是生我的嘛 然后石神是我所生的嘛 对不对 那他缺乏克的力量 克的力量就是财或官杀 这两个是克的力量 他缺乏克的力量 他只有生的力量 他比较不会给自己压力 所以这种人花钱如流水 为什么花钱如流水 因为他对钱也没什么观念 对钱没什么观念 所以反正你想要就给你嘛 那我需要我就花嘛 这东西很贵很贵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我就买了嘛 就是这种感觉 硬旺的人就会这样子 这个硬非常的旺 石神旺又是一种靠感觉的人 所以说他这种感觉 这种人花钱会很顺性的花 反正我活得下去就好 我不要饿死就好 我只流钱我就会花 但是他说完全不对 他说这个人 第一个他自信不足 不像这个八字嘛 他说这个人保守谨慎 不敢往前冲 而且还蛮小气的 而且甚至他有出轨的现象 好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八字一定不对 那到底什么是对的八字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 就是说那既然这个不对 我们怎么样去推出一个正确的八字 好 我们这边暂停一下 先问 说这个局 如果活土同来 会伤到硬比 我告诉你不会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在学八字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很多观念没有学清楚 有一个通关的作用 土来 它会怎么样 土来会有金 金来保护水 土会去生金 所以土不会伤到水 火来会怎么样 火来会克金没有错 但是此局中有石神 有木 所以火来 木会生火 所以火不会去伤到 硬 这个通关的观念 在我的高阶办课程会讲 如果说假设以这个局火来会去伤金的话 那石神永远没机会生财 懂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属于八字中一个比较高阶的观念 到底怎么生怎么克 其实八字 他永远 其实他八字没有很多很玄的理论 他也没有很多 很深的 就是说 那种要背一堆口诀 都没有 八字不用背任何口诀 他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 搞清楚就好 他只要搞清楚十天干十二地支 相生相克的关系就好 但是这些生克字化关系 里面的变化很复杂 所以你要把十天干十二地支 跟所有生克字化关系搞清楚 才不会有这样子的误解 这样子误解是很正常的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搞不清楚这一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拍八字课程的原因 好 还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不 我们现在既然不知道他正确八字是什么 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范围 那有一个范围的话 既然他说是1973年出生的 那我们就相信 至少你也不会搞错 那他说是九月出生的 或是农历八月 我们再猜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搞错 所以我们就想 他有可能会是八九月出生 这是我们的范围 那当然时间是不是五点半 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假设他是对的 好OK 所以我们已知条件就是说 1973年的八九月 然后时辰 我们就是当做他是五点半 五点半就是卯石 那五点半因为他是生在广东 那生在广东 因为他在跟标准时区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差 所以有可能他妈妈刚好抱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记得很清楚 就差了十几分钟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的时辰有可能是卯石 或者是也有可能往前一点点 变成是四点五十左右 也有可能是饮食 所以卯石或饮食是我们的已知条件 OK 已知条件是 魁丑年 不知道是八月还是九月 卯石或饮食 好 那么八月或九月 如果是八月份的话 它是更生月 如果是九月的话 如果是九月的话 它就是新有月 好 它有可能是这两个月份 有人问说为什么可能是八月 这只能猜测了 因为你不可能漫无目的地 从一月份配到十二月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定有个已知条件 那他告诉我是 杨历的 他告诉我是农历的 他告诉我是农历的八月二十八 所以其实我非常合理的怀疑 第一个啦 第一个啦 秋天出生的人 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成 不可能把自己儿子的生成 记成是春天吧 不可能记成夏天吧 你如果说 那个 小孩子出生的月份 都会差距那么大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很离谱的事情 所以 我们在推这个事情 我们本身就必须限定范围嘛 好 那我知道有些同学是希望说 能够从 这次的课程当中 能够学到 如何去推 推断一个完全未知的生日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只能在限定范围之内去推 那我们一定要假设一致条件 那如果我们的假设推到最后成立的话 那说明我们假设可能会是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推到最后推不出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说 那有可能他妈妈 连他难免难免愿出生都搞错 这也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是说 我们假设以致条件是成立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往下推 推出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再拿这个结果 回去验证他过去的事情 看这样子是不是对 那如果说 我们以致条件下去推 推到最后结果再返回去验证还是错 那表示假设本身是错的 听得懂吗 我们假设A 所以有B 对不对 因为有B所以有C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A成立的情况之下 B有可能会对 B成立的情况之下 C才会对 对不对 我们经由假设 我们推到我们的结果 我们再由我们结果回去验证 但如果验证结果是错的话 我们就会去推翻假设 所以 为什么是八九月 我假设他妈妈至少月份没有记错 他妈妈说的是八月 他妈妈说的是农历八月 但是我合理怀疑 有可能这个八月是农历 这个农历八月有可能根本就是杨历八月 他记错了 这只是一个假设 我现在只是基于这个假设往下走 OK 好 我们假设的条件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魁丑年更生月 或魁丑年新有月 对不对 好 那接下去 我们知道 时辰 这里是卯或是仪 好 等一下 我们再往下 接下去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人 理智条件 我们从这边来看 自信不足的人 通常 有几种状况 通常我会假设 观重身轻 通常不管怎么样 观重身轻 财重身轻 只要是日主偏弱 自信心通常比较不足 执行力也会通常比较不足 但是你要看他弱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 如果说 日主 跟 财官 或者是时商 财官时商是好谢我之物嘛 日主跟印是 辅助我之物嘛 对不对 我们通常说 观重身轻 轻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 日主 是六 财官时商是好谢之物嘛 好谢之物是什么 就是我付出 努力去得到的东西嘛 有好谢之物我才会动手去做嘛 如果满局都是这个的话 就很懒啊 什么事都不想做啊 对不对 那满局都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拼命去做 但是完全 自己没有能力去扛起来 所以我们会说 官重身轻 财重身轻的人 通常 那个命就不会太好 但是我要讲 轻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 日主加印 辅助我本身的东西 是六 而财官跟时省 这种是好谢我的东西 是四的话 那 这种叫做 日主 妄于 这些好谢之物 这个是好的 对不对 五比五 那当然不用说了 如果这边是四 这边是六呢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我本身只有四这样子的体力 我只有四这样子的体力 但是我必须去赚六这么多的钱 可不可以赚得到 可不可以 很辛苦 可以赚得到 但是会非常辛苦 但是如果这个比例 达到 三比七 或是二比八 会怎么样 你就会被压死 那被压死的状况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非常怕事 什么都不敢做 然后呢 要不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乱做 做的全都是错的 这样了解吗 那所以说 依据他的描述 自信不足 应该就是属于二八或三七的这种组合 应该会是属于这种组合 然后谨慎保守 通常谨慎保守 就不会是实神了啦 如果实神过望的情况之下 不会谨慎保守 实神上官过望的情况之下 因为实神上官是我所生之物 我所生之物就是我去表现 我去动手做 这种人就是 如果实神上官过望的人 他会拼命做拼命做 做了一大堆 然后呢 自己什么都得不到 会累死自己 财官是克我之物 实神是我生之物 财官是克我之物 财官是克我之物 也就是说他会对我形成压力 压力有这样子的比例 我把这里擦掉好了 譬如说这也是二比八 或者是三比七 这样子的比例 压抑我的东西 给我造成压力的东西 官是不是来管我 给我压力 给我管束 财是不是我要去赚钱 所以赚钱也有压力啊 对不对 那 财是追求 官是压迫我 反正不管怎样 他都是对我形成压力 当压力达到这么大的比例 日主是这样子比例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外在 我对于钱 或是对于压力 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在那边 我自己就这么小 所以谨慎保守 我们推估 就绝对不会是实神过望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把范围缩小到这个地方了 第一个 我们缩小到一定是日主弱 财官或师生过望 对不对 这样子才会自信不足 第二个 保守谨慎的人 绝对不会是实伤过望的 我没有看过 实伤过望的人 会保守谨慎的 实伤过望的人 我们会讲一句话 叫做胆大妄为 然后再来 不敢往前冲 那跟保守谨慎是一样的 好 然后 对家人小气 对朋友慷慨 这个地方是个重点 小气跟慷慨是截然的两回事 但是反映出来的 这两个都跟财有关 财是什么 财是对于钱的观念 那 财望生弱 财很旺 日主很弱 就表示说 我对于钱 非常非常的渴望 我非常在乎钱 财望生弱 一定会有那种 我很在乎钱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所以说 但是他对朋友慷慨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 对朋友慷慨 通常来讲 就是偏财的表现 正财保守谨慎 然后呢 对自己 对家人 都很小气 对朋友 绝对不会大方 因为正财是 中规中矩 把钱 事钱如命 把钱看得很重要 偏财的人也是事钱如命 但是偏财 他有一种投机心理 偏财的人 他对于人际关系 有非常强的需求 所以说 从 讲到慷慨这一点 我们就会想到 他 因为这两点都表示 他对于钱的一种概念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掉关 只剩财 对不对 财有分正偏 但是因为 因为 他 有这种慷慨的特性 所以我会认为 应该跟偏财有关 在外他想要表现出 因为自己缺乏 他对钱缺乏安全感 但是在外他不想让人家看别 所以他会 非常的想要在外面 获得好的人际关系 让人际 那感情出轨的事情 一定也跟财有关 当然 出轨的事情 跟财有关 是其中一个因素 出轨有很多因素 其中有一项是财 有一项是财 有一项是财望深入 但是 我们其他因素 也有可能存在 但是我们等一下 再把它列入考虑 也是有可能 然后做事情认真 跟懒没动力 其实这两件事情 是一起两面 因为 日足弱 自己对自己自信心 其实很不足 所以当我看到 有机会的时候 我一定会努力去做 但是当我看不到 机会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这两个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懂这意思吗 尤其是日足越弱的人 就越有极端性 就越有那种两极性 当我看到一件事情 哇!这个东西是可以赚钱的 我会很努力的去赚那个钱 但是如果我发现 我这样做 没有效果 或者说我对这东西没信心 日足越弱的人 放弃的越快 所以 以这些特点来讲 我都认为他日足一定是偏弱的 而且应该是偏财旺 好!那日足弱偏财旺 我们回到这两个来讲 如果说 因为这个更生月一定是金旺 新有月一定是金旺 对不对 好!火克金 对不对 所以日足一定是火 日足是火 如果是庚的话 日足是饼 的话 这庚就是偏财 好!那如果是新的话 日足是丁 的话 新是偏财 所以到这边 我可以把日足的天干定出来 我推测日足的天干 如果是更生月的话 应该是丁 日足 那如果是 新有月的话 应该是丁 日足 好!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刚刚有同学问到 有没有可能日足 若到变成是从隔 好!这地方又牵涉到从隔的另外一个判断方式 好!那 待会儿 待会儿我们牵涉的内容也会有讲到从隔 所以等一下会讲到 但是 一般来讲 从隔的人 他不会有 这一个 从隔的人 他即使看不到目标 他都会非常非常的拼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有关于从隔的论述方法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课程高阶班会详细的讲 从隔的人 不管他看不到 从隔的人 我没有看过从隔的人放弃的 好!再来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从后面开始看 2014年甲午年玩股票亏钱 好!那 那财旺深入的情况之下 那甲午年有5可以加强日主 照理说会好一点 但是 如果加强之后的结果 刚刚讲的财跟日主的比例 还是2比8或3比7的话 那还是会亏钱 所以从最后这一点 我们的推论就是说 他的日主 跟财的比例 原本一定是2比8 不会是3比7 为什么? 因为原本是3比7的话 经过甲午大运的一加持 会变成 会变成 4比6 那就会变成努力赚钱了 而不会有亏钱亏很多的状况出现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推论说 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更可以推论 日主是非常的弱 而且不是从格 为什么不是从格? 如果是从格的话 甲午年 甲午年五一进来 回一进来 会破格 然后一破格 应该亏得很惨很惨很惨 所以我认为 应该不是甲午 应该不是从格 然后再来 所以这里这个可能性 把它排除掉了 好 再来一个关键点是2012 2012是这个人最惨最惨的一年 2012这一年 他犯官司 好 犯官司有很多种可能 犯官司的可能性 有可能欺杀 有可能是欺杀旺而深入 也有可能是才印相坏 很多种可能性 那也有可能 食神跟印相坏 有很多种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食神过旺 食神过旺 煞过旺 财过旺 都有可能 那接下去 他还给了一个线索 2012年他的儿子坠楼 儿子是什么? 好 儿子是欺杀 女儿是正官 所以 这一年一定会 儿子最融化给我们很大的线索 就是 孩子就是欺杀 欺杀为季 这一年孩子才会出问题 好 那欺杀为季孩子出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排出其他的可能性 我们就可以说 2012人成年 这个人成是水 成是水库 2012是水很旺的年份 人是谁的欺杀? 人是丙的欺杀还是丁的欺杀? 人是丙的欺杀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这边我可以合理推论说 他应该不是这一个 应该是这一个 因为人是丙的欺杀 人一进来 日主犯妄 犯欺杀的妄气 所以 有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 好 所以我们排出这一个 我们专注于这一个 第一个问题 命主是男生 所以我刚刚说 儿子是欺杀 第二个 商官见官 会犯官 没有错 犯官的条件我刚刚说有很多个 那 商官见官是其中一个条件 但是 好 犯官的条件有10个 其中有一个是商官见官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 一看到犯官 你就说一定是商官见官 听得懂这意思吗? 好 发生车祸的原因有20种 开车不专心 开车打瞌睡 酒后驾驶等等 但是你不能看到人家 一开车出车祸 就说人家一定是酒醉驾驶 懂这意思吗? 商官见官 只是你所知道的 很有限的犯官条件 其中一个 八字你要深入了解 你要了解 师神特性 五行特性 要非常深入了解 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 好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商官见官会犯官 那我告诉你 才硬相坏 会不会犯官 才硬相坏 为什么会犯官 财是对于钱的追求 硬是名誉 当财过往去坏到自己的硬 而且硬又是喜用神的情况之下 就会因为财而破坏名誉 会去坐牢 这个例子我看过太多了 很多 会犯官 会有官司的情况 有十几种 你所说的商官见官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而已 其中的一种情况 人是欺煞怎么推论出而指出问题 欺煞为继 欺煞为继有几种状况 工作压力太大 欺煞是一种灾祸 可能会生病 可能会车祸 可能会犯官 可能会有官司 欺煞是儿子 所以欺煞为继 儿子出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 如果想不通的话 那你们去想欺煞是什么 欺煞是什么 欺煞代表官 代表政府 代表警察 代表压力 代表权威 对不对 那为喜或为继 为喜 欺煞为喜 当官 当警察 当军人 当升官 当将军 对不对 儿子考上状元 欺煞为喜的状况之下 那欺煞为继就赶过来 这个是一个八字的五行特性的一个问题 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欺煞是儿子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的话 自己去摆杜杂一下 好 再来 如果日主是饼 那我们知道它的食层是卯食或饮食 对不对 食层是卯食或饮食 好 我们假设是卯 如果是卯食的话 好 是什么卯 好 饼杏和水 人 葵加一 丁 人 心卯 对不对 那如果是饮食的话呢 就是更饮嘛 两种可能性 心卯食或更饮食 那我们假设 因为我们假设条件是饮卯食 这是我们的条件 所以心卯食或更饮食 这两种可能 那 只剩地支了 好 那 所以我把八月跟九月份 更生月跟新有月 所有可能的日子都列出来 那新有月我们不看 更生月我们把冰的都去掉 只剩下饼的 好 来 如果是饼子时会怎么样 如果是饼子时的话 身子拱水 身子拱水 是这个格局由财格变成官格 那所以说 这个人 而且天干 身中藏 人跟羹嘛 羹物嘛 对不对 好 身中藏羹人物 然后 如果 如果 这里不是子的话 它以财为主 但如果是子的话 这个子水跟这个人水 加上透的天干 这个透的天干是正观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它这个八字 由财格变成官格 这个叫做变格的观念 变格的观念 这种八字高阶段会讲 这个叫做 由财格变成官格 以官格为主 第一个他不会重财 他会重视成就感 所以他 这种人 对 官格的人 虽然说 做事情 虽然说 虽然观众压身 观望身弱的情况 叫做观众压身 观众压身 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会自我约束非常的强 所以这种人 观众压身 我也没看过懒的人 但日主很弱很弱的情况之下 观众压身 他会是 做事情会很懦弱 很怕事 但财众压身也会 好 对 等一下我 我下面再重新看 我们再看一下大运 如果说 他是 我们排除心有悦的可能性的话 那他的运 就会变成是 这样子 就变成是这样子 1980年 起几位大运 为什么 因为 大运是从月助开始推的 然后 因年生的男生逆推 所以说 更生的前一个 就是几位 再往前一个就是悟 再往前一个是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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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 也就是说 如果 是 更生出生的话 日主弱 不论如何 这几个大运 都应该走得不错 好 然后呢 他这里有个条件 他说 小时候家境非常不好 小时候家境非常不好 连电视都没有 小时候走得及 卫大运 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 他有可能会符合 因为 过大 所以小时候会非常非常穷 是有可能的 好 五五大运 五五大运 走到五运的时候 五会去冲 如果是丁寺 如果是丁寺的话 五会去跟寺 有一个相冲的效果 那 这个一相冲下去 这个五的好处就没有了 你们要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是五受伤的 不是子受伤 为什么 因为生子和水 这里天干又透回 所以说 这个时候水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五进来 根本就是 以星星之火去对抗洪水 所以这个五 如果是生子的话 这个五 进来五就被消灭了 也就是说 他在1990年到2000年这中间 会非常非常的差 好 那 但是 据我的了解 也没有差到那种程度 好 那 加上 如果说 生子和水的情况之下 官 官 他这变成是 以官为主的运 以官为主的格局 官重压身 我们喜欢 当然喜欢 硬来通关 那 他本身 会是一个自我压力 比较大的人 我会认为说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 他比较不会有 这样子的情况 比较不会有对朋友 慷慨的情况出现 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因为生子一盒水 财的力量削弱 财的力量削弱 他比较不会有对朋友 慷慨的状况发生 好 所以我认为 子可能性比较小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来推 那如果是丙虚日呢 好 虚一进来 那我们各位可以发现 这里 你们会问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 到底是卯虚合 合伙 还是生有虚合金呢 好 我跟你们讲 因为生在生月 那当然 以生有虚合金为主 因为 生是金 那当然 以生有虚合金为主 那 所以说 当他走到有年的时候 好 好 大运的四 比如说 像 2002年 非典这一年 哦 不对 2005年 已有年 2005年 已有年 2005年 已有年 四 有 丑合金 生有虚合金 这个运中金 非常非常的旺 好 这时候财 跟日主的比例 达到多少 1比9 不反对吧 这时候怎么可能会生走精力 这时候一定会 不要失业就不错了 好 不要穷苦潦倒 就很不错了 所以我认为是虚的可能性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小 好 好 假设是丙武日的话 好 我们刚刚这个看过了嘛 这个看过了 现在看丙武日 如果是丙武日的话 好 好 丙火得到五 五是他的路 五是火的路气 就是五是火最旺的时候 好 旁边的木会去生活 日主已经不算非常非常弱了 日主已经不算非常非常弱了 在走到火运的时候 日主已经变强了 这时候日主去跟财的比例 日主跟财的比例 假设原局中 假设比五的话 我认为已经到四比六的比例 加上这么强的火运 应该已经到六比四的比例了 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赚到很多钱 好 这个差距会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五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 那 唯一的可能 只剩下 只剩下丙身 那我把丙身的身放进来 第一个 我们来推论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八字 土生金 这个金 所以这个局中 财很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土又生金 财非常的旺 所以第一个 这个局中 财旺身弱 好 我们刚刚 假设条件 是1973年8月9月其中一天 然后 生与卯食或饮食 这是我们假设条件 我们经由 假设 以及条件 去推出八字 有可能是这个 我们再拿这个八字回去印证 这些事情是否都会发生 好 财旺身弱的格局 那我们 这种财旺身弱的格局 我在中介班有讲过 如果还没上过中介班的人 未来中介班会教到 财旺身弱的格局 他喜欢 笔节 然后呢 印 为什么印无用 为什么印无用 因为 印的运仪近来会被财所坏 所以说印无用 那所以说他喜欢笔节 所以说在这几个 我们就知道 如果以这个八字 以这样的八字来讲 几位运 土会生金 所以财会更旺 所以小时候家庭贫困 是对的 而且经济压力非常大 物武运 物土会生金 但是五火进来 你们看 这个五火进来 这里就没有水会回制他了 所以五运 会逐渐的慢慢变好 因为这五火会去克金 会加强日主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加强日主 运势会慢慢变好 尤其是九几年之中 如果有冯到火的年份 会更好一点 但是毕竟 日主跟财的比例 还是差距很大 所以不能论说是很好 那钉四大玉 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 但是因为 这个日主本身的强度实在是太弱 加上钉四 假设这个日主跟财的比例 这个日主跟财的比例 假设原本是2比8的话 加上钉四进来也差不多是3比7 也不会到4比6 没有 差不多就是这种比例 还是日主 还是日主若财望的一个情况 所以 钉四大运中 应该 会赚钱 生活会稳定 或者是说 大概4比6 如果有人反对3比7 讲4比6也没关系 会赚钱生活稳定 但是也不会大富 好 所以 我们来推嘛 来看 2001年 新四年 买房子 新四年买房子 很不合理 好 四是不是有加强日主 这是火 对不对 火是不是有加强日主 钉四大玉的新四年 两个火来加强日主 是喜用神 好 那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四是朋友 比捷嘛 所以朋友的帮助之下买房子 买房子要不要花钱 会不会造成财务压力 会嘛 所以说 这个心是不是就是财 对不对 既有 喜用 来帮助他买房子 又有财务压力 合理吧 所以买房子而背负贷款 合理吧 对不对 不过是让自己财务压力变大 合理嘛 对不对 好 2002年 人五年 非典失业 好 人五年 五进来 会去 加强日主 没有错 但是 人是七煞 人是七煞 七煞为继 七煞也是工作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年即使找工作也不会很好 所以这一年其实他是跑到厦门去找工作 然后呢 做了一小段时间之后 我在猜做那小段时间可能在夏天啊 火旺的时候 然后再来 进入秋冬之后 水一旺起来 七煞立样起来 又发生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这一年实业合理 好 为朋友之柱 来辅助日主 木生火 让火更旺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才会去回 我们说过 才旺身弱的局 硬是无用的 硬是无用的 因为 木进来 金会回克 所以说这个才会被克 这个帮助会被克掉 但是即使被克掉 他也会削弱才的力量 对不对 使得日主跟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他这个厂长 我相信也是当得很辛苦 后来经过他们反馈 也是确实是这种状况 就是说他当这个厂长 其实是被推上去的 而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做上去的 好 然后 2005年担任总经理 乙酉年 这时候一样 四酉丑三合 但是合不成金 因为天干有火 这也是乙 好 那金的力量 其实金的力量也很强 但是这个乙进来 他会去合住庚 好 乙根合金 那这个乙根是可以合成金 所以这一年 他当了总经理 其实他这也是个名义上的总经理 这一年其实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最后 丙虚丁太正两年 当然 天干有火出现 这两年天干有火出现 而且虚进来 而且虚进来 这时候这个虚是一个关键 因为他这个虚进来 我们都知道虚中有藏冰火 有藏心金 他有火气 有金气 这个金气会对他造成压力 好 但是据他们自己的回忆是说 2006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年 这一年公司业绩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就合理的认为说 有可能地支是银而不是马 为什么 因为银虚可以拱火天干又透饼 这里天干又透饼 银虚可以拱火天干透饼 银的这个八字 它的火力比卯的八字强 因为银中有藏饼 而卯中只藏银 所以我们会合理认为说 他赢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 好 然后天干透饼 饼2006年 银2007年 这两年会好 那他告诉我 从2006到2011年之间 好 那个 算是家庭中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我就来想 不对啊 饼银过完 记下去是物啊 物质 己害 火气过完 开始走土气了 这个土气对它不会好啊 疾气 走完了 土气对它不会好啊 对不对 物质己丑嘛 这个土对它不会好 因为土会生金啊 然后他仔细再一想 没有错 0607这两年 公司生意非常好 大概0809这两年 其实公司已经很少人来做了 也就是生意已经变差了 而且 他还有一个信息是说 他从2006年开始有小三 很合理的 因为 这种局 财望身弱 本身就是对感情把持不住 因为财是代表对女人的欲望 深代表自己的控制能力 好 财望身弱本身就是一个对于感情 有非常强烈的需求 深入 深入代表我对于自己的自制力本身就差 本身就有特性 那他要有感情要结婚 必须以喜用任才观 他要有感情 要以喜用任才观 也就是用火 走到火的年会有感情 这个部分 比较深 这是属于八字大概中间的最尾巴 进入高阶的时候的一个观念 丙丁年 开始有感情 是合理的 而火 是 土是火的渔气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感情持续下来 也是合理的 好 所以 到这里为止 我们的推断 都没有问题 他虽然担任厂长 担任总经理 但是没有其他多的收入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就是说 以财望深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 看感情 要以喜用任才观 也就是说 当他走到他喜用神运 火运的时候 会有感情运出现 那 这感情运 对他一定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财望为继 他只要去碰女人 都一定会很惨 都一定会很不好 所以说 这种人 乖乖乖的在家里守着老婆 是最好的 如果说在外面 乱搞男女关系的话 一定会有很糟 一定会有很糟糕的事情出现 好 那所以说 他这时候 虽然说在丁寺大运里面的 丙虚年 丁寺大运里面的丙虚年 有感情 但是 毕竟还是 财望深入 所以感情还是不好 好 然后 这个感情运 刚刚说从丁 虚丁亥 物子 极丑 这几年的一直延续下去 我想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去 讲到2012年犯官司 孩子坠楼 2012年是人成年 好 2012年也是人成年 人成年 水旺 而且人又是七煞 好 所以七煞为祭神一出现 加上圆局中的金旺 圆局中金旺生水 圆局中金旺生水 水是七煞 一定是不好的 七煞是祭神嘛 七煞也代表儿子嘛 也代表工作嘛 对不对 所以 根据了解 他2012这年 犯了官司 孩子坠楼之外 工作上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后来 当然就一蹶不振 那接下去 到了2014年 甲午年 好 甲午年 这一年他说完股票亏钱 嗯 这样子应该说 虽然说甲午年 这个午对他是好的 甲呢 他会跟 羹相冲 但他相冲会减掉羹的力量没有错 午一进来会增强火的力量没有错 但是毕竟火的力量是偏弱的 然后财量是偏强的 所以说在这个运中 玩股票一定是不能玩的啦 好 那所以说我到目前为止我推断 反正他的时程 日子 应该是更生月的秉生日 应该是对的 而且加上我们去看 八月份 更生月里面的秉生日 刚好是杨历的八月二十八日 所以我认为他妈妈记错了 他是杨历的八月二十八号出生 而不是农历的八月二十八号出生 好 那这样推下来结果会比较接近 他实际上的状况 好 那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说 他后运还好不好 他后运还好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 他 以财望深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喜欢 刚刚讲的 财望深入的情况之下 喜欢笔结 硬的出现 硬的出现 会被金锁回克 所以说 他走这个 乙卯运甲 甲银运 一定是走下坡运 所以说 这个应该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了 大概再也跑不起来 好 那会有没有问题 好 刚刚有一个同学问到 他会不会是重隔 好 我来告诉各位 重隔本身的条件要求 非常非常的严格 好 好 不是你想重就可以重 不是日主很弱就可以重 好 那这个八字 不论是饮食或是卯食 地支 至少都有一个木 都有一个这个存在 这里地支也有 这一个影存在 好 所以说日主虽弱 但是仍然有根 好 所以说不是你想重就可以重了 而且再来有一点就是说 重隔的人 他最忌走火运 最忌走帮助日主的运 日主是火 重隔的人一走到这个运 古书上写的很惨 家破人亡 什么啦 气离子散 事实上并没有 他小时候非常穷苦 至少到这个大运中 是他一生中算比较稳定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知道 这个人就是喜欢火 那如果他是重隔的话 他喜欢什么 如果他是重隔的话 从财官之士 喜欢金水 所以应该是 金水运会很好 丁寺大运反而是不好的 走到水旺的年份 他会很好 那所以显然这个绝对不可能是重隔 而且即使是 即使不考虑大运 只考虑圆局的话 新卯石跟银石都不能重 有人说到卯石只有卯不是根 他是硬啊 重隔条件很严格 那个 我们在高阶班的课程会详细的讲 所以 如果你想要了解 重隔要怎样的条件才能重的话 欢迎参加我们高阶班的课程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最后我再讲一个点 就是说到底银石跟卯石怎么样去定 那我刚刚有讲到一个点就是 其实你要看银石跟卯石怎么去定 有一个观念 银 看到银你会想到什么 银生相葱 对不对 所以 遇到生年一定不好 那如果是卯的话呢 卯有相葱 遇到有年一定不好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我们从过去的运来看 甲生跟乙友 这两年分别升任厂长跟总经理 当然大运的帮助是一个原因 那 天干又有印的存在 所以这两年 比较不适合拿来做论断 那看到银还会想到什么 想到亥 对不对 云太相合嘛 对不对 卯呢 你会想到卯虚相合 好 卯虚会合伙 如果天干又是丙的话 那会更好 对不对 所以他丙虚年的时候 地支有虚 跟这个卯天干透比 这一年卯虚合伙是可以推论的 那如果是遇到亥呢 譬如说那个2007丁亥年 丁亥年 亥 卯 可以拱木 对不对 好 然后 遇到亥 云亥也可以合木 所以丁亥年 比较不是一个适合判断的点 因为亥跟卯跟银都会发生作用 好 银你还会想到什么 银五虚合伙 对不对 所以说 那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是丙虚年 丙虚年 银五虚合伙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丙虚年好 丁亥年好 这两个时辰都符合 好 然后 五年 甲五年 其实甲五年对于银 对于卯 其实都是好的 因为银五合伙 卯也可以生五 这都是好的 所以 这一个八字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是银毛时 还是羹银时 会比较难断 会比较难断 所以说 这个八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点 当然 你接下去 你也可以去看天干的羹和银 如果是羹的话 乙近来会跟他相合 乙羹会相合 对不对 所以乙 走到乙的时候 会对他没帮助 但是其实你看他乙这一年的时候 生走经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羹的机会 可能就小一点 如果是银的话 银进来会跟银相合 但是他银虚年的银也不错 所以变成就是说 其实这个八字到目前为止 我们比较难判断出 到底是银有时还是更银时 除非我们能够有他小时候更早一些的资料 我们有他小时候更早一些的资料 比如说在胃孕之中有找到亥年 我们看有没有亥马慰和睦的情况出现 或者是说我们再往前推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生年 或是什么奎友年 之类这种年 再往前推 有这种年小时候时候的情况知道 我们会比较容易去推断 到底是哪一个 到底是哪一个时程 不过不论如何 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知道他接下去的运 不顺 接下去的运 除非走到火年 比如说2006丙5年才会好一点 2026年丙5年会好一点 2027丁卫年会好一点 除此之外 大概都很难有起色 所以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边 不知道各位同学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今天的课程对各位有帮助 接下去我们在下个月 再有其他的八字沙龙 欢迎各位参加 谢谢